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中國的七七 目前市場上的參考價值多少 請見價 30萬元 你是買150萬 賠... 因為再賠120萬 反正已經沒有差了 賠100萬跟賠200萬差不多 好 來 對 佩宇到底怎麼回事 對 所以 這件東西它不是全新的 可是年代來講的話 我大概是看到清末民國吧 大概清末民國 清末民國左右的這個 這個就是說 像這種砍白寶的這種盒子 看起來很華麗 可是我覺得還是有幾個點 要注意就是說 像我們在做這類的評估 其實材質的部分 其實並不會給它很多的分數 所以你就算是那個 就是貝殼 或者珊珊湖 還是什麼綠松石 還是碧玉 這些材料的部分 其實並不會為它加分太多 它最重要的 當然第一個還是藝術性 它到底就是說 就是那個圖樣 這種博古 這種圖樣叫博古 這種博古的圖樣到底美不美 這是一點 再來還有它的那個 本身的這個材質 像比較好一點的 它假設今天是香砍在紫潭上面 有一些是紫潭盒上面 那個本身它的這個盒子的材質 就會為它加分 可是它這個是漆漆 可是這個是漆漆 可是我講真的 它的這個 就是它的這個描金工藝來講 其實它並不是一個非常細緻 非常精緻的一個工藝 而且它這個並不是砍銀絲什麼的 它這個是描金 不是砍下去的嗎 不是砍的 這不是砍的 它這個是雙鉤 先有黑線 然後色色 色金黃 所以它有突出嘛 你用放大鏡下去看它是畫的 它不是砍銀絲 假設是砍銀絲 當然為它的工藝又會加分 加分啊 對 我是給它加這個分了 是 它是畫的 然後另外就是說它的腫紋 我一般看其實老不老見 其實那個 一般外行人看說畫要龜裂完了 其實那個是很重要 像古琴有沒有 我們上面又看到那個牛毛紋 就是你說的這個地方啦 這個地方有一些菌葉的地方 但是如果龜裂不雲 或者是說它忽然間在這一個 一塊 出現一條 就 它的價值就不高了 它要很均勻 像裡面呢 它有一些型 有點類似瓷器那種 冰裂紋這樣子是不是 對 你看裡面 你把它打開看裡面 裡面是 對 它裡面這個地方 這地方有龜裂的 那這種地方 其實你要保養的時候 要很小心 這個啦 這個地方 對 這個地方有走紋 走紋 它那個走紋的地方 這邊比較大片 有些人會去欣賞那個美啦 對 因為它如果是走得細緻 很細的話會構成一種很... 對稱 網狀的對稱 這個也要小心 這個 會脫 對 很容易脫掉 好 這個紋式來講的話 其實在清末左右就常見到 這種紋式叫做柏骨紋 這種柏骨紋 其實就是把一些器物 就是有一些花瓶啦 或者是有一些酒器啊 瓶啊什麼之類的 對 算是壓扁了啦 在一個平面上面 所以從清末的時候開始 其實我們就會看到有一些 像類似像這樣子的這種 就是跟這個很類似柏骨的鈣盒 那可是在市場上面來講 這個鈣盒 這個盒子本身的材質 是酸枝 還是它是紫痰 這個就非常影響它的價錢 那另外像這個插瓶來講的話 很漂亮嘛 那這個插瓶 那個就是屏風了吧 對啊 屏風 屏風算滿看的 對 屏風 可是假設像它這個部分 它底下 因為它是宮廷的 所以它底下是紫痰 上面假設又是 就是同胎掐絲髮廊 或者同胎畫髮廊 屬於宮廷器物來講的 這種東西假設出現在拍照 那就很值錢了 對 我們這個其實也是很少見的 就是孫大哥帶來的這一件的話 它還用到了其他的 剛剛那個花龍哥還講 他說用到電氣石 我們很少見到用到電氣石吧 這個像這個 它這裡面用的真的是 所謂的百寶箱 百寶籤 像這個 這個就是電氣石嘛 那這邊 像這個有這種光澤的 這些就是我們說的珍珠母 那會有這樣子的東西 像這個就是閃玉 這個是青金石 這個就是珊瑚 所以它有那麼多東西 這個在 如果我們去逛故宮 觀眾朋友有機會去逛故宮的話 其實就可以看到 裡面有很多的清代的一些用品 大概都是這樣子的東西在用 那這種東西現在 現代人已經不會了 不會去做這樣子的東西了 因為划不來了 然後他要去找到這些東西 再加上它的工藝 大概沒有人要做的 好 來 所以這個要有時間去品牌 對 這要其實要品牌 擺在家裡滿有味道的 好 來 接下來呢 同樣還有一個漆漆 這個漆漆又不太一樣了 這一個呢是 這應該是日本的 這個是 來 這如果是日本的漆漆 這叫石繪 對不對 你看一下 這個 它的日本的工好像又跟 不一樣 絕對不一樣 他們在線條上面 以及那個這個感受度上面的話 是比較有殘餘的 因為它對 它跟中國來比 當然它比較晚一點 但是它就要求的比較嚴一點 工都很細 所以而且家族上 每一個家族裡面他都要 誰收藏了 誰要做一個LOGO在上面 這有嗎 有啊 每一個LOGO 這LOGO在哪裡 我現在分不出哪一個 是第一個收藏的 我覺得那個LOGO會不會是這個 這是皇室的 貴族的LOGO 這LOGO是這個嗎 是這一個嗎 每一家 你看到沒有 它在上面跟下面有各有一個 來 我們給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看一下 這邊還有一個 對 它是一樣的 有啦 那個 應該是那個家族 對 那個家族都會有一個 自己的符號在 就像日本的公司 最喜歡帶那個牌公司的牌子 他們的兵器也會有 是 他們的兵器一樣也會有 所以他們每換一個老闆 就換一個LOGO 所以這個 應該是換了四個老闆 這個盒子 這個盒子到底是幹嘛用的 放便當的嘛 下邊是裝菜 下邊裝飯嘛 真的還假的 你不要騙我 那就是北方人吃的 太多了 還是一整個家族的 不是啊 這是應該珠寶盒吧 這應該是放珠寶盒 不是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他們茶道用具 它這個 茶道用具 這是茶道用具 不是放茶的 它是茶碗 還有像一些茶鹿 還有一些我們打吉佛茶的茶鮮 是 它會把它用一個四副 就是用布 量身訂做每一個碗 把它做成一個衣服 像西裝一樣把它做好 然後再依靠它的這個 這個裡面一個一個放好 中間有空隙的 它會用所謂的布 把它捲成一個圓圓的 塞到裡面 然後它固定 表示那些東西非常非常名貴 這樣的話 它用漆漆會防潮 所以它又不會受潮 所以它這個是一個高檔的東西 絕對不是一般的 凡人可以用 它這個上面的話 還撒那個金粉 這個是真的金粉嗎 金粉 這真的金粉嗎 它上面這個石灰的地方 它都用金粉化 全部都是金 當然 其實有很多台灣玩石灰的人 他看到這個就會先 很興奮 第一個興奮 第一個鞠躬 為什麼 因為都說是皇家的 是… 可是呢 來 我們看一下這個皇家 有多少的灰在這裡面 這個都是皇家的灰 是啊 那你要去分別 看清楚是哪一個灰是誰的 是啊 這個是啊 只要有三片葉子應該都是 不只是三片葉子 我們有一個跟它裡面的這個家族 你這個是三片葉子啊 對啊 這個啊 那這個葉子它有它的意義 對 它的意義 所以我們大概見完架 又再來說明 是 這個意義是什麼 因為他當時跟我換的時候 我一直覺得我看不懂 你說什麼用什麼給你換 我拿 他要 就是我是很喜歡他這東西 細嘛 他就賣也不賣 那我們就去換東西 是我一個日本朋友 家族呢 還不錯 現在有點家道中落了 反正就是說 跟他賣了 不好意思提 就用東西給他換啊 我用一塊玉給他換 那你跟... 用翡翠嗎 那你還是很... 老玉 他很精算啊 我記得有個畫家啊 因為我不知道怎麼出漿啊 用房子去換一塊玉 對啊 我不知道怎麼出漿啊 用房子換一塊玉 我們台灣有一個畫家啊 曾經他... 這個人很有名喔 因為隱私權不好意思講 或許他很想讓人家知道 可是沒有爭取他同意 就不願意講 是 他真的用一塊古玉 然後用他的房子去跟人家換 我都沒... 我沒換到房子 我換到一個便當盒 這是在收藏界裡面 很有名的一個... 是... 一個真實的故事 你那個玉那時候是買多少錢 那是很老 大概我最早在收集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老玉啊 跟他換了 所以說... 那你記不記得那個老玉 因為他也不能講多少錢 你記不記得那個老玉 大概價值多少 我不知道 當時很便宜 你這個外面有沒有木盒 沒有耶 沒有喔 應該是有一個木頭的做的 應該要兩個木盒 一個粗的那種 通常這種很高檔的用 沒有 我只有一個那種... 錦盒 錦盒 對 那可能後來已經換了 好 來 我相信那一個老玉應該 現在價值不菲 應該是吧 大概多少 最少現在那塊玉 應該賣個一百多萬 沒有問題 那就知道啦 就是這一個便當盒的話 這就是價值多少你知道嗎 一百萬 孫大哥他收的東西我都覺得 很有味道 這一個... 這個實惠的那個 那個漆漆也是很有味道 好 來 詩老師可以 好 黃氏用的漆漆喔 我來評估一下 目前市場上的參考價值多少 請見價 一百一十萬 不錯喔 為什麼這樣 為什麼 第一個就是說 它上面這個灰啊 我們有個名稱 叫做蟹折紋 蟹就是那個三點水一個血 折 折就三點水一個 我們講沼折的折 對 那這個紋路是代表什麼 就是當年這個豐田秀吉 他們在這個 有些表親 他們封給他這些Logo 就是說 我是你這個家族灰 但是這個灰有個意思 是一個常勝的意思 就是說你有了這個灰 你都會勝利 這是他的意思 那這個裡面當然還有分 一頁到九頁 這是三頁 有沒有看到 有三個頁 對 三品觀 所以它這個每一個圖案 不一樣都是三頁 你注意看 邊邊也是三頁 那這個東西為什麼名貴 其實漆漆呢 在剛剛我們所看到的 台灣做的或中國做的 行情其實是偏低的 市場上為什麼日本東西比較高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它看起來很搶眼 貴公很漂亮 你看它那個竹子 我也是覺得 它有金又銀 是 它所謂的這些紋路 它完全是用南畫派 我們講南畫派就是那種 很簡約的一種畫工 這個日本它受到 中國宋代的畫影響 所以它這個畫面 有南畫派的一種風格 所以一般看起來就很好看 第二個 它原因就是說 這樣的漆器 其實它有實用的功能 比如我剛剛講說 它跟茶道具 茶的這個喝茶 這幾年的這個茶道具的市場 不得了 金器 銀器 包括銅爐 鐵爐 還有這個漆器 就一路往上升 所以這個東西 如果當年買30萬打到底 可是現在上百萬不為期 很正常 為什麼 因為市場的需求 那這個東西還有 剛剛那個慈老師在講 它的繪畫的一個功夫 我說實在的 這個繪畫真的很厲害 厲害到什麼程度你知道嗎 我給觀眾朋友們看 你這樣子看的時候 這樣子正看的時候 沒有什麼 你知道嗎 你覺得它的顏色沒有什麼 我把它轉過來 我這樣子看的時候 所有觀眾朋友們你看 它的層次居然被畫出來 它的顏色上面 你這樣子用眼睛這樣子看的時候 它其實了不起就是金色跟灰色 可是實際上 你把它整個圖案 這樣子在看的時候 它居然有層次 而且顏色是不一樣的 而且你看它的那個葉子 來 我們導播請給那個 這一個大的畫面 你看一下它的畫面的顏色 你看它的每個葉子的顏色 居然是不一樣的 我覺得這很厲害 然後另外你看它的竹片 這個顏色這邊 竹葉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的顏色 完全是不一樣的 沒有一個顏色是一樣的 這個我來說明一下它的畫法 一般我們在中國的畫裡面 就是單勾色色或是木古法 或者是所謂南派或北派 日本人很厲害 他把南派 北派 全部放在上面 混在一起 譬如說你看它這個單勾 它這個就是我們南派的那種畫法 沒有勾 沒有線 這個竹子就有 先勾線 然後再色色 所以這個畫派的融合全部都是 南北融合 而且它的那個前後景很厲害 對 這樣子看的話它有產色 你再看旁邊這個 這個 表示以前就有3D 你看它這個 對 3D 你看它那個陰暗 它用那個點 點萃的方式 或者說我們一般講春髮 它沒有春髮 可是它用這個點去表現 它這個前後生氣 對…它用那個點 用點去表現 它連那個枝幹上面 也是用那個點 對 所以它這個明暗的一個色色 它完全表現得非常好 好 這個藝術性非常的強 那豐田秀吉家族 家族 牧德良 牧鼎 牧鼎 這個家族叫牧鼎 好 所以那個目表家族的人 那個電視機前面看到 好像把家族裡面的東西 要收購回去的話 可以找我們孫大哥 是的 肯定不要這樣 很合理 很合理 謝謝大家 感謝斯拉克 謝謝你 感謝 謝謝 不好意思